剛剛有同學有在問這個問題 就是老師之前教學看到還有什麼嘉義你看看 害我都不得不講喔 來你可以從這邊 這裡我們的右手邊這裡 就OneNote的右手邊 有沒有可以連到我的部落格 還有我的教學頻道 當然你也可以用關鍵字啦 直接打素文老師也可以找到 這樣也可以找到我們家的部落格 你就把它點進去 那進來了之後呢 其實我的部落格上面就是會有比較多 類似像一些這種 短題的分享也好啦 或者一些教學的相關的 那你可以從這邊 OneNote的這個YouTube的教學頻道進來 我大部分公開演習的都會放在上面 所以您進來之後呢 是我的那個播放清單 比如說像最近在上個月在東海有這場演習 你就點進去 那一樣的我們上課的話呢 就是會像這樣子 有沒有 01,02,03 這樣就算你沒有參加過這個課程 有沒有覺得也比較簡單一點 要找資料也比較容易嘛 那再來就是你可以看到我們那個後面 他都有時間 這裡是有時間 每段影片的時間 其實我想各位可能都多多少少有聽過摩克斯嘛 Mox Mox 就是希望說老師把上課的內容 就這樣一段一段的 一個小主題一個小主題 以5到15分鐘 當作一個兼具 因為其實說真的啊 一段影片如果超過10分鐘 可能大家就開始 老師那還沒說了 但是你分成小的 那我把標題標清楚 是不是以後各位再找就比較簡單 那麼實際上呢 各位你如果來看一下我們今天的 今天這裡 我們有錄了十幾段有沒有 我盡量維持那個原則啦 你看我們的Duration 六應該都沒有超過的吧 對不對 我會盡量把它維持在這樣 其實我錄下來檔案真的也不會太大 都還好 所以我會像這樣把它整理好 就比較方便各位 就是後續去看 這樣有了解嗎 OK 所以如果你要找我們家的 你就 沒關係 老師建議做我收一下 是可以的